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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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编 到 四人 同志部队 做好天亮之后转移的准备 转移 我哪转移啊 去缅宁 四人 您没说错吧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此时邓秀廷已经撤出了缅宁城 您怎么知道的 你们想啊 陈瑞南把我的信交给了邓秀廷 人被他扣起来了 但是他却没有进一步加害陈瑞南 这说明他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 出于保护自己的心理 他不愿意同我们交战 但是 在老蒋和刘文辉的那边 他又难以交差 所以 他就玩了个把戏 然后报告蒋介石和刘文辉 红军已经大兵压境 二十缕无力抵抗 他只能做战略撤退 司令员的意思是 那场金鸡岭的战斗 那是他们自己搞的 月黑风高 乱枪乱炮 昏天暗地胡打黑痛 然后他向老蒋报告 说红军已经攻进了缅宁城 他只能弃城而逃 司令员分析得有道理啊 报告 蒋 侦察小分队从缅宁城来电 邓修廷部队紧急即可 连夜出城 看来就是这么回事了 备忘算准了 命令一营二营 立即即可 十分钟之后出发 目标缅宁城 是 同时 给中阁军委发电报 便告军委 邓修廷已经撤出缅宁城 请中央纵队即刻启程 快速前往缅宁 是 我们得想个办法通知家里人哪 看得这么紧 怎么通知家里人哪 走会有办法的 大家都辛苦了 再坚持两天 再有两天就到达目的地了 坚持一下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该到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了 请吧 好 报告 什么事 报告 成都集电 旅长 没事吧 能没事吗 老蒋让我们在山里先转一圈 等待时机攻打共军 那咱就不理老蒋 给他来一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那问题就大了 传我的命令 部队到托屋之后向西行进 是 我们先在山里转一转 看看形势再说 走 走 1935年5月23日 根据前方先遣支队传来的情报 邓秀廷已经放弃缅宁城 弃城逃窜 中阁军委决定 中央纵队从里州古镇出发 迅速向缅宁方向转移 高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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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牙子 你怎么来了 高娃先生 我要跟你一起走 去参加红军 变牙子 你还笑 等你张大亮 再来找高娃先生 好不好 变牙子 变牙子 变三叔啊 Silver 变牙子 变牙子 你现在坏笑 再加铃要张神器 等你張大亮再来照顾 我会要你的 别再说 难怪我们就走了 多报仲 多报仲啊 走了 你们回吧 高娃先生 高高先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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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吧 回吧 拉莫兄弟 日渡 日渡 我这次请你过来 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关于洪魔君的事 洪魔君 什么事情 前两天 洪魔君的使者 到了杨平等 到我家里拜访过来 等你干什么 他们只是想要 从我们这里经过 前往大渡河 你答应他们了 我只是跟他们说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我都不想跟你们打交道 这两天 我一直在想 这邓秀廷洪魔君 究竟是谁好谁坏的 我觉得邓秀廷 不是一个好东西 干尽了坏事 他为了要挑拨 我们两家的关系 他利用了驱港 使我们两个加之打冤家 害死了那么多人 害死了那么多人 现在 他又要跟我们结盟 这不是 都是因为洪魔君要来吗 要说 这邓秀廷 不是个好人 可这洪魔君 也不好吗 你知道 洪魔君的坏 我们都是听说的 谁都没有真正看过 甚至 拉铁 到了会里 去勘察情况 也都是听说的 但是 我这次 见到了洪君的使者 我觉得他们是 正直 朴实的汉人 根本就不是邓秀廷说的那样 石头 不能当枕头 汉人 不能做朋友 这是我们祖先 留给我们的话 没错 这个道理我懂 据说 这些人都是 为了受苦受难的人 谋福利 如果 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 我在想 把他们放过去 也不是一件坏事 千万不可以啊 为什么 你想一想 这洪魔君 与你和我 都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洪魔君 与你与我 没有利益冲突 可是与那个邓秀廷 很有利益冲突啊 你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各个家支 都有亲人 在他的手上 我们要是把洪魔君 放过去了 那人质不就危险了 你说的有道理 头人 拉铁 你怎么回来了 出事了 缅宁城出大事了 什么事 昨天晚上 洪军大举进攻缅宁城 邓秀廷干支持不住 今天早上 带着李道吾的部队 从敏宁城逃跑了 什么 那人质 还在一看里吗 人质 被他们全部带出来 一起走了 那你看见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 往东北方向 应该是往岔罗去了 这该死的畜生 怎么把泥魄给带走了 小野探头人 邓秀廷带走的 是我们哥哥家支的亲人 现在我们哥哥家支 都要派出武士 去追踪他们 去保护他们 好 无力拉铁 你们带几个武士 和拉玛家的武士 一起进山 尽快找到 人质的线索 是 是 走 跟我来 你们两个请见 是 走 走 没有人 队长不在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闭上你的乌颜嘴 我在这儿呢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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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把我们吓坏了 你怎么出来的 我昨天半夜 一听动静就不对 到了今天早晨 一点声都没有 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我就把门撞开了 出来一看就成这样了 肯定是邓秀廷逃了 你分析的没有错 邓秀廷 确实带着人已经逃跑了 大哥喝眼镜了 去城外了 接司令员去了 司令员这么快就到了 是啊 我们一个小时前 接到司令员的电报 他们马上就要到明明城了 太好了 走 去迎接大部队 走 走 1935年5月22日 中央红军先前支队 进入缅宁城 根据中格军委的事先部署 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先前支队的红军战士们 均用整齐精神抖擞地 踏入缅宁城 当地百姓闻风而动 家道欢迎红军进城 在缅宁地下党陈品等人的组织下 青年学生也热情地迎接红军 遗憾百姓第一次见到了这支传说中 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革命队伍 全都兴奋不已 而刘伯城与聂荣珍等人明白 进入疑区面对少数民族同胞 红军指战员们将迎来更加严峻的新的考验 敬礼 辛苦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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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四人 请跟我来吧 红军先前支队司令部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就在城里的小学校 那里房子大 交通方便 太后 走 我们看看次里 请 得个人 富贵 唯租 免丁城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这二十里的邓秀廷 弃城而逃 这说明 刘文辉治军无方 以前出了一个许建双 这就来了个邓秀廷 魏总 您必须严厉惩罚 不不不 现在不是惩罚的时候 邓秀廷虽然是个旅长 但是川军一直吃空下 这个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 而且川军里头 特别能战斗的 只有这么一个部队 让这么一个部队 守着免宁 本身就是勉为其难了 魏总 您真是明察久好 我想将你那二入军拉上去 准备对共军开场攻势 魏总 这决定是不是有点草率呀 你什么意思 周魂元 吴奇伟 我又是一位 渡过尖沙江的时候 魏总 您曾经对我面授记忆 叫我们二路军 减缓追击的节奏 魏总 您这些都忘了 这个我怎么会忘掉呢 魏总 减缓追击的节奏 这绝对是深美之比 大渡河会战 叫杨森和刘文辉的六个驴大头阵 预备队再放上刘湘的两个驴 让四川这些地方军阀 与共军厮杀 等他们两败俱伤 血染大渡河之时 我们中央军再出面收拾残局 这样一来能够歼灭共军 二来又能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 这可是一箭双雕的英明决策呀 现在要让咱们二路军 加快步伐去追击共军 这步骤可就打乱了呀 把免您的事先放一放 全力独占大渡河沿线的防守 叫刘湘把他的预备队 立即开放福林一带 准备决战 伯承和容真发来电报 他们已经在缅宁城住下了 我们要制定一个纪律 对中央纵队的行踪 一定要保密 如果被老蒋知道了我们的动向 我们的处境可就被动了 那就同志部队这一路 不要做宣传 不要发布告 对部队的反好 一定要保密 严防托误 我们一谈 我看 请朱老总一份通电 转达给各个部队比较好 我同意 行 没问题 左权和刘亚楼的武团来电 他们已经在岳西城待了两天了 请求我们下一步计划 伯臣和伦真 再做一件的工作 还没有着落 估计 我要再飞一番轴折 我看郭阳 干脆叫左权和刘亚楼 在岳西 把宣传绳势告大 叫剑开石 就意味我们中阳宗队就在那里 先叫他睡个号召再说 那正好 左权和刘亚楼的武团 在岳西城 缴获了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一个军需仓库 里面有大量的百米和布匹 我看 干脆就把他们发放给当地的穷苦百姓 好好 我是对我们红军最好的宣传嘛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好 好 好啊 老宗啊 我们去查一下部队的这边情况 嗯 看着这些穷库百姓啊 这下对红军可真是刮目相看了 能得到大米和布匹 对于他们来说 真是太有帮助了 是啊 中国军委的这次决定非常英明 我之前还一直担心 这些物资会成为我们的累赘呢 吃也吃不完 拿也拿不走 扔掉也太可惜了 现在好了 全部发给这些百姓 叫疑人跟汉人 都知道咱们红军 是个什么样的队伍 真是一举两得啊 报告 进来 是 情况怎么样 报告森林员 我们在城里侦查了一圈 市面上大体的情况还好 老百姓虽然有点害怕 但是经过战士们做工作 好多店铺又开始营业了 就是 我们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什么事 按照您交代的 我们去了伊卡 想把疑人人质救出来 但是我们到了哪儿才发现 人质已经不见了 不见了 是 去哪儿了呢 我们走访了几位老百姓 他们说清晨的时候 李德吴 邓秀婷带着部队 把疑人人质全部押走了 情况复杂了 博程 你是不是担心 邓秀婷会对人质下毒手 没那么简单 疑人人质 是国民党政府 要挟疑人 最恶毒的手段 他们要求各个家职 要定期把自己 最亲最近的人 送到伊卡里去做人质 以保证疑人 不敢对抗政府 现在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邓秀婷把人质全部带走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目 那就是要挟疑人 对抗弘军 邓秀婷这小子 没想到还有这么狠毒的一仗 他现在把人带走 这无疑会给我们 跟疑人投人的谈判 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因为即便疑人 愿意接到给我们 他们也不可能 不顾及自己亲人的生命 邓秀婷不是仓 他把一切都做得 这么有条不紊 这里便是有阴谋的 您的意思是说 虽然咱们现在占领了缅宁城 但是这儿的陷阱 已经给咱们挖好了 这些我们先不去管它 但是有一点 事事要加倍小心警惕才行 是 陈日南 到 你马上集合队伍 带领小分队进山 去寻找邓秀婷和这些人 人质的踪迹 一旦发现 要全力解救人质 是 走吧 洪三萌 到 要尽可能多派些人 上街去了解情况 发现异动 及时报告 我们必须要保证 中央纵队和首长们 到来的时候 是绝对安全的 是 绝对安全的 快去跟上 停 买天使 那边 这边 走 走 小心走 来 小心头 干两分子 干两分子 旅长 这什么好吃的呀 过着吃吧 我刚才啊 侦查过了 咱们今天晚上就宿营在石龙桥 一会儿我进去耗房子去 谁说的 再有两个小时就到石龙桥 今晚只能住在哪儿啊 哪儿都不去 就在山里 为什么呀 旅长 您说咱们离开北京这 背井离乡 琉璃失所 这也就算了 这要是在山里风餐露宿的 咱不成野人了吗 野人怎么了 在山里是最安全的 你不知道啊 这才还有什么不安全的呀 你就是个猪脑子 我们带了那么多的疑人的人质 他们的头人知道了 能不追我们吗 这我还真没想到 如果他们派武士来追我们的话 我们又到了石龙桥去 那是不是把自己给暴露了 我可不想一大早起来 就被弓弩射死 王队长 我还是没想到 还是你告诉我 请坐 郑坐 邓秀婷从山里发来了电报 按照蒋委员长的命令 他就在缅宁附近的山里转悠 没敢到远处去 另外邓秀婷请君坐放心 他不是没有准备的仓皇车退 而是带上了衣卡里边全部的疑人人质 这个邓蛮子啊 我们都小瞧他了 依我看他还有点心眼啊 那个邓蛮子是撤退了 把缅宁城交给了贡军 但是贡军占领一个小小的缅宁城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这个缅宁是宁区 要想在缅宁地区站住脚 就得安抚住宁人 邓蛮子搞的那个叫什么 做班轮值 那是要些宁人最好的办法 人质在手 共军就是想解决宁人的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 邓蛮子这个老家伙 还真是有一套啊 那也不能大意啊 跟这个邓蛮子保持联系 随时向老蒋汇报 省得这个老东西鸡蛋里挑骨头 是 还有啊 我听说我侄子的那两个旅 被派到复林里去了 刘香的两个旅 现在已经在前往复林的路上了 老蒋的这招太引毒了 他恨不得我们自相残杀 先前把杨森的两个旅 派过来是这个意思 现在要把刘香的两个旅派过来 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咱们现在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有时候我在想 比起这样 还不如把红军给放过去 那就一老百了了 君总 您这句话不能跟别人说呀 只能 只能自己想想就行了 不然的话闹他就保不住了 君总 报告 你来 有什么 二十八军邓西侯几点 共军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 有向土门方向运动的迹象 土门地区都是险奥的高山 福泉山 千佛山 观音两子山等要点 都在海拔两千米以上 是二十八军的防守薄弱地区 我在想 四方面军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进攻土门地区 他们想干什么 通过土门要碍 目的地只有一个 川西阿坝地区 那是藏人带的地方 他们去那里干什么 目前我们还无法判断他们的意图 我在想 他们会不会是想 与毛泽东驻得的中央军会合 那离得还远 不管怎么说 马上同志等信侯到二十八军 一定要守住土门要碍 绝不能让共军通过 同此 店里流香 伙似增援土门要碍 另外派三个家相思 增援土门要碍 是 陈诚带来的消息 使蒋介石顿时感觉到大事不妙 将红军分割成几块分别歼灭 是蒋介石在这次大围剿中的最终策略 可是现在 红四方面军突然出现在了土门要碍 眼看着就要接近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 一旦两军会合 自己的如意算盘就将彻底打乱 他突然感觉到 事情并没有朝着他希望的那样发展 在这场巨大的博弈之中 鹿死水守还无法做出 最后的定论 来 李达 走 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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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还疼吗 来 喝口水吧 李达 你别难过了 我跟阿黑想好了 咱们得逃出去 逃 这到处都是邓家兵 往哪儿逃 快跑 趁晚上他们睡着的时候跑 晚上他们看他那么近 跑不了的 这些哨兵一到后半夜就打盹 咱们找机会就跑 嘀咕什么呢 抓紧吃饭 走 还会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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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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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田 咱们走了大半天了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邓家兵带着人质 一路上离不开水 只要咱们顺着溪水找 一定找得到 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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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 走 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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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应该往哪边走 让我想想 原地休息 一同 来 来 来 好 好 累了吧 你们两个饿不饿 我这儿还有点吃的 这个地形 跟地图上标的一样 对 你笑什么呀 笑你呗 鞋都不成那样了 还继续穿着 我这鞋 都跟我走了 好几百里地了 你让我这么扔掉它 我真有点舍不得 你舍不得呀 你的脚要抗议了 我已经习惯了 都走这么多路了 已经这样了 来 穿上试试吧 你怎么会有一双 男人的鞋 这本来啊 是给我未婚夫准备的 一直放在背包里 我未婚夫 被山匪杀害了 我也没舍得扔 快穿上吧 也算是东西没浪费 不行 这东西不能要 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 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吧 刘天俊同志 请你记住 我现在是红军女战士 侦察小分队的一员 我们俩是战友关系 战友之间送一双鞋 应该不违反纪律吧 是不违反纪律 可是你是一个女战友啊 这个有点 有点什么 没想到 你还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呀 咱们红军 不是讲究男女平等吗 女战友怎么了 别磨磨唧唧的了 赶紧穿上吧 你能不能像个男子汉呀 那行吧 谢谢你 侍卫 全体都有 马上出发 朝正东小路前进 走 还没 打那对无论 队长 邓雷长走的时候 有没有给咱具体的计划 叫咱们怎么对付红军 没有 那这活怎么干啊 就凭咱们几个 你没看见 红军乌样样地进了敏宁城 咱们再露了马脚 再让红军给抓了 我看 咱们跑吧 你以为我不想跑啊 让红军逮着是死 完不成任务 回去你就能活 我告诉你啊 这是你最后一次 跟我说这样的话 再有一次 我一定送你去见阎王 明白吗 是是是 明白 队长 说 外面满大街都是红军战士 城里的主要街道 还设立了港哨 正在盘查过往的行人 现在我们想出去都困难 是 知道了 老三 把军装拿来 是 你们都给我听好 一人一人一套军装 我们就用共军的这些军装 让共军在缅宁城逮捕下去 出发 老三 你对刘明昭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没错 以我的判断 这个叫刘明昭的人 肯定用的是化名 根据我对共军高层指挥官的了解 他们里面并没有一个叫刘明昭的 你能确定吗 我已经叫蓝衣社和督察局都去查过了 包括从共军那边投诚过来的人 我也仔细地询问过 里面没有一个人 认识这个叫刘明昭的人 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由你来牵头 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门 还有康子的别动队都来参加 专门成立一个小组 调查这个刘明昭 不管是真名还是假名 一定要摸清他的嫡系 是 老宋哥 润汁啊 干模子了 我再看一封劝详信 劝详信 那个写的呀 川军将领杨森写的 他是通过先前支队那边转过来的 经过了好几天才到我手上 杨森 你们是打当吧 是啊 在川军二十军的时候 他是军长 我是党代表 这个杨森啊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 取义太太 主席 喝口水吧 这一太太多的 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他还不到三十岁 就生了十几个孩子 过个杨森 也算是传军这的名将了 是啊 传军 他是这么劝你的呀 你看看 他信上说了 我们红军这次是插翅难逃啊 一定会重蹈石大开的覆辙 他说 他说 如果我想保住性命 就得反隔一击向他投诚 过个杨森 是被乙太太高糊涂了吧 过养的信 他也干信 可惜没有时间回信 奚落一下这个有名的多子将军 我看哪 有时间 或是毁上一封信 最起码现在宣传一下跟我们红军嘛 好啊 主席 我们要出发了 是该出发料 跟我们走吧 是 好 前面就是面宁陈亮 跟我们走 同志部队 出发 是 是 快 走 出发了 出发了 再往左边 走了 我把他跟上 队长 怎么了 那边有情况 过去看看 走 队长 你看 这肯定是邓家兵 只有他们 才能吃上这么好的大米 而且还那么浪费 这还冒着烟呢 人肯定没走多久 我在想 他们是朝哪个方向走的呢 上一次发现他们 是在老林檐 之后又到了公主岭 现在又到了西平坝子 向东 向北 向西 他们好像是在绕圈 对啊 不会吧 这么大一个队伍 没有目的地在山里转悠 他脑子是不是坏了 不 根据我的观察 邓秀婷不是一个 没有脑子的人 在某些方面 表现得还是很老辣 咱必须严加防范 不管怎样 先给司令员发报 向司令员汇报这儿的情况 眼镜 到 发报 是 大家都快点啊 拉点 拉点 看 这是咱们一人的腰带 应该是从身上掉下来的 会不会是人池 再给我们纸漏留记号 有这种可能 冲着一个方向走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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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ş 警告 弟兄们 我们现在 就是红军的人了 一会儿见到一人 谁也不许说软 记住 速战速决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出发 是 刘昊再来啊 慢走 两位兄弟 你需要点什么呀 我们先看看 好 里边请 长官 长官 我们不能随便杀人哪 我们都是老实的买卖人哪 别杀我 我不会杀你的 但是我的弟兄们 就不一定了